嗨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来请大家来看看今天的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下半年六大生肖 九月正偏财最旺 还有报复性的开桃花运 人际旺 业绩活跳跳 现在大家在拼经济 对不对 你喜欢吗 桃花也旺人际也好 所以未来我们这下半年 是不是你看看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哪一个生肖有桃花 那没有桃花的怎么办 没有关系人际关系忘就可以了 现在有些是烂桃花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下来呢 希望大家先帮我按赞分享 以外呢 不要忘记按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 按下订阅 海洋老师把全部的绝福 都来教大家 你们一定要按订阅 我才要教大家 我们再说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植物宝油呢 老鼠的位置 马的位置 然后呢 老就是兔的位置 跟鸡的位置 这四个生肖呢 基本上本命就带桃花 如果你是鼠年生的 马年生的 兔年生的 或者是鸡年生的 你的桃花是相当旺的 桃花不求自来 走在街上都会碰见桃花 踢到桃花 真的 所以呢 你想想看 有很多人说 哎呦奇怪他人缘怎么这么好 桃花怎么这么旺 哎呦 他本命带来的 不是故意长成那个样子 而且我告诉各位 如果是男人的话呢 长个桃花脸 那会是长什么样子 细皮嫩嫩的啊 长得白白的啊 长得很帅 如果他又是三官 那是超级帅 就是那种 大众情人 你看过那个刘德华吗 对不对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就是一生都成为大众情人 那你看过蔡依林吗 林志林吗 一生都是桃花命 所以呢 我们要看一下 你的命格里面呢 有没有带桃花 桃花不一定是真的桃花 而是人际关系的桃花 好我们来讲一下呢 如果呢 属马的今年带紫威龙的月令财禄星 马上到来 国立的九月七号开始 好人际合伙财禄 你跟人家合伙的话呢 财新很旺 而且财禄很快 所以呢 像这样的人呢 合伙一定会赚到大钱 比如说你跟比较大的公司 上市公司跟海外合作 这些属马的呢 全球合作 一定会赚到大钱 为什么 属马的都会快马加鞭 你看哦 我看过很多属马的 不管是男人女人 都赚到很多钱 最主要是人际关系非常好 第一个人际关系好呢 而且他肯做 快马加鞭的 可以帮助自己呢 在事业上面创一个高峰 好我们来看一下农历呢 八月呢 就是国立的九月七号到十月五号呢 桃花月 恭喜你们了 拍拍手一下 好 人际合伙月 桃花呢 也可以代表说呢 可能是墙内桃花跟墙外桃花 好植物宝游的人呢 如果你的墙内桃花好 就是夫妻感情好 男女朋友之间感情好 如交事期 哇都不会吵架 那如果是墙外桃花 对不起哦 外遇啦 三角恋啦 小三啦 小四啦 小王啦 小张通通会有 好那墙外桃花跟墙内桃花 是不一样的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下来呢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型的 来我讲一下哦 其实呢 9月7号那天叫白鹿 那9月23号是秋分 秋天啊 秋天很热对不对 好我们先讲 持续进入秋天 但是因为今年气候变迁 非常严重呢 因此呢 人常非常是热 因为满身大汗 走出去还要打阳伞 还要戴帽子 好热什么 热就有热情啦 对不对 冷的话就缩在被窝里面 那被窝才有热情 好所以呢夏天的秋老虎 已经到来的话呢 你的热情还在吗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秋天的 这个你没有秋老虎的热情的话呢 第一个上半年哦 基本上因为世界各地的变化 疫情啦水火之灾非常严重 因此也让大家过得辛苦万分 然后呢又逢美国撤除阿富汗 对不对 好我现在讲这个属马的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在秋天的这个月份呢 有月呢 桃花再加倍 好桃花加倍 这代表很多人想追求你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属老鼠的 老鼠今年带太阳文昌 好女孩子的话呢 会找到好对象 因为有太阳 文昌就是长相斯文 会念书学历好 然后呢颜耻高 哦你找到一个很帅的 那男孩子的话呢 因为你是做太阳星 你做太阳星代表什么 你也是可以展现你的魅力 那所以农历八月呢 桃花月 人际合伙月的话呢 你会因为桃花跟人际合伙呢 可以赚到很多钱 而且最重要的 你的迁移工财入星哦 非常好 迁移工财入星 就是说你可以呢 比如说台北到高雄去做生意 到台中做生意 到花莲做生意 到台东做生意 你可能可以全球跑 也可能是个全球跑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可能你在海外的布局要重新来过 今年呢农历八月是你的一个人际关系的转育月 但是变化也会多端哦 比如说你的旧的恋情 或者旧的人际关系重新洗牌 所以老鼠呢在这个月当中呢 应该算是蛮好的 非常恭喜你哦 一定要想办法呢 找一些比较值得信赖的人合作 还有呢 比如说你关系本来就不错的 加强你的关系 不管是男女关系都一样 不是上床的关系 是合作的关系 好那如果你要找桃花 当然就也可以了 代表说你在这个月里面呢 等一下我会教大家呢 怎么看桃花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属鸡的 属鸡的是当忘月令 刚好农历八月 那农历八月是九月七号开始 到十月五号 也是真正的桃花月 你知道属鸡的人很喜欢喝酒 如果你的八字里面呢 地支有那个什么有年生啊 有月生啊 有日生啊 或者是地支天干不一样 天干只有十个 天干不会有植物宝油 只有地支会植物宝油 所以呢地支植物宝油的人 他晚上喜欢去喝两杯 在家他自己也可以喝闷酒 心情不好可以喝闷酒 就是他非常喜欢喝两杯 不管什么啤酒红酒洋酒 他都会拿起来喝 保利达逼他也可以喝 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讲的话 属鸡的人呢在这个月呢 有贵人 匠心 温昌跟三行星 但是呢烂桃花也落在你身上喔 要特别注意喔 这个月的烂桃花是落在你身上 也代表什么呢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喔 喝了酒以后乱性 然后来了一个烂桃花一夜情 诶 被拍照了 诶 打官司了 赔不完的钱 哇 那你就麻烦了 所以呢要提醒属鸡的朋友呢 虽然有贵人 但是也有烂桃花 那这个月的话 人际合伙月呢 代表说你一定要好好跟人家合作 如果你能够跟人家合作的话呢 你的钱非常多 小酌两杯可以啦 不要喝得烂醉如你 忘了自己是谁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生肖是属兔的 属兔的呢 在这个月呢 虽然是有的正冲呢 但是迁移宫有流年有的财路心 非常旺喔 而且呢最重要的话 留这个月的财心落在马的位置 马的位置是什么呢 你的田载宫 田载宫也代表什么呢 我们来讲一下喔 田载宫很重要 田载宫包括家运 家里 家里的人就看到大千 然后你家里如果有属马的 又有属鸡的 然后呢又有属蛇的 加上属老鼠的 哇那你就望到望翻天 你今年呢 在事业里面呢 会有一些阻碍 因为你合到的 太岁正冲的位 羊的位置 所以你总会觉得呢 力不从心 但没有关系 力不从心呢 就是有一些阻碍啦 或者呢 已经快要完成了看 眼睁睁看钱要到手了 结果人家砍单 连我们买一员都可以砍单 难道做事业上 当然也会有这种情况 他会想一想 啊不要 我订单不要下什么多 我先下一半好了 就会被砍单 但是呢 你在这个月呢 如果倩仪宫有财的话呢 请你好好的 把你的旧的人际关系 新的人际关系要巩固好 我讲的桃花 通常一般都是人际关系 那这种桃花呢 有分男女关系 也有分人际关系的合伙 所以呢 这四个生肖基本上呢 在八月份呢 非常恭喜你 脾级太来 而且财运高照 财星非常旺 好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属龙的了 属龙的呢 在成的位置 刚好呢 跟今年的流年呢 这个属鸡的位置呢 刚好是五合 五合的话呢 三合子 不对六合 三合老鼠 然后呢六合有 有就是财禄哦 但这个月呢 这个月的财星 落在你马的位置 马就是你的福德宫哦 好 你的福德宫 就看你的决策哦 因为有福气的人 他就会赚到钱 如果你是那种哦 比较喜欢跟人家起冲突的 或者呢 动不动就要 就要跟人家 就是翻脸的 要不然就 看不顺眼就拍桌子的 那你就赚不到大钱 还有因为属龙的人呢 会有一个情况 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 自视甚高 因为属龙其实命是很好的 为什么 他本命呢就是有那个高高在上的那种命格 那有高高在上的命格呢 但是没有关系啊 只是呢 你将那些东西呢 放在你的身上 那就完蛋了 你没有办法放下身段 而且呢 我现在是老板 所以你很了不起 我现在是总经理 我也很了不起 对不起 比你了不起的多很多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你这座山很高很稳定嘛 但别人的山比你更高啊 是不是 你觉得你这个池塘很大吗 别人有海啊 所以呢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 不要自我行贺 因为有三煞心 看到没有 有三煞心 来 最后一个是三煞心 三煞心代表什么呢 自己砍自己啦 以己之毛攻己之盾啦 人家给你好处呢 结果你就 不理人家 所以呢 你的钱就会差 就这样损失掉 很可惜 搞不好还吃官司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虽然呢 人际关系合合约是蛮不错的 但是你必须要注意这个三煞的问题 三煞问题呢 比如说你碰到问题了 困难了 要立刻帮你来解决 比如说你的业务单位 他现在有出状况 你就跟他解决一下 或者呢 你在外面的业务呢 出了一些trouble 你就帮他解决一下 我相信你的问题就会 不是那么严重 好 我们再讲一下呢 接着下来呢 这五个生肖是非常好的 好 第六个生肖属蛇的啦 三和有的财路 你今年可以赚到钱 五和马的财路 月财路 看到没有 两个财路跟着你 农历六 农历八月的话呢 是桃花月 也是人际合伙月 9月7号到10月5号 非常好 但是因为属蛇今年呢 坐在五黄煞位 第一个呢 你的合伙呢 可以是单一的合伙 不是真正拿钱出来合伙 比如说你跟找一些能力好的人 或者呢 他有财力的人 你跟他合伙的话 你问题就很好解决 好 那你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就是按部就班 因为五黄煞最怕什么 不按部就班 你不按部就班 你少看起来多赚一点钱 结果后续没有处理好的话 问题就很难 很难处理了 很难处理呢 把很多客户都 斩掉了 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人际合伙月代表什么 好好地处理你的人际关系 这才会让你赚到大钱 那我想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其实你的运势是非常旺的 真的是偏财 正财都很旺 那你自己要投资一点钱 或者投资一点 这个买卖业 我相信你都会蛮好的 那当然呢 如果你是做了那种 已经很长期在经营的事业 在这个月当中呢 你有双向财 正财偏财都会有 所以呢 好好努力一番 好 我刚才讲到这个部分呢 九月有迹象出现 这个农历的 这个国立九月是农历八月 太阴化路天同化全 天机化科聚门化技 好九月份呢 有迹象出现 所以呢 太阴化路天同化全 天机化科呢 聚门化技 聚门性是什么意思呢 聚门最怕化技 聚门化技容易有 口实是非 纠纷 甚至呢 已经处理好的事情呢 还是会有一些状况出现 那聚门就是不能争执 如果用争执的方式 你绝对会让自己呢 合伙关系会弄凝了 弄不好了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聚门心呢 要特别把他收起来 忍气吞声发大财 财路心进入马的宫位 称为呢 帝位 这个宫位是帝王之位 那五的话呢 是能造化极相哦 中五那个位置 帝王之位当然能造化极相啊 皇帝是不是 一生令下 千军万马 财库这么大 所以呢 应该说 你应该好好的 跟这个属马的合作 好 再来的话呢 百姓生活呢 开始会欣欣向荣 丁有月属火 火力十足 热量一强 所以呢 不要太火气了 热量太强会很多火气 好 第一月呢 三合四游丑 合到流年的太岁丑 流年五王煞 因此呢 集中长胸 不得不小心点 无极生太极呢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金星为西方 好 这个金星是财星 财星落入西方 西方就是有的位置 那就非常好 所以呢 他其令为秋 秋天 那 最重要呢 其德为义 你的事业呢 财运呢 各方面要 有点讲义气 讲义气的话呢 就是说 人家会觉得你很正直 然后呢 比较 看起来你表面上是吃亏的 但实际上你不会吃亏 为什么 大家愿意相信你 礼意廉辞啊 义排在第二位吧 所以呢 桃源三解义 为什么能够成就大事 就是讲义气 好 接着下来呢 天干呢 通辨六神定局 一 丁月笔间 好 这个月是笔间 笔间就是容易犯小人 所以 要特别注意小人 好 假年的人 正印 你的 比如说你43年次 53年次 63年次 加1911 43就1954了 1964 1974 以此类推 你这个呢 代表正印 好 以年是偏印 以年偏印是四 44年次 54年次 64年次 74年次的 那是我们的国历 那西元年的话呢 44就1955 加11 那丙年的 是劫财 丙年的话呢 45年次 55年次 待劫财 劫财不一定不好 等一下讲一下 好 那就是什么呢 1956 1956 1966 1976 那劫的话 是带三观 这个月是带三观 三观的意思是说 其实劫三观并不差 三观就是 比较正直一点 讲话呢 喜欢讲大话 所以呢 叫三观 女孩子带三观的话 就会克夫 那男人带三观也会克妻 很多老婆先死 对不对 因为你 你就是三观嘛 那女孩子三观的话 就一定会克夫 但三观人都长得非常好看 其实我喜欢三观人 他讲话很直爽 然后不拖你带水 141 22 不会呢 就算用尽心机 也不会太差劲 你知道不会太差劲 所以呢 三观人其实是不错的 好 心为偏财 如果你是刚才讲到物年的人 物年的人是什么 尾数呢 是像49 59 69 79 那新年出生的呢 尾数是零 比如说四十年 五十年 七十年 八十年 为偏财 偏财不一定是真的偏财 我要先讲一下 八色里面偏财不一定是偏财 你要看其他的来组合 八色里面的组合 好那接下来呢 七更年生的人呢 是正财 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 因为你们知道你要赚什么钱 你才会知道你要赚什么钱 更年是正财 那正财的话是尾数是 比如说九 尾数是九的话呢 比如说39 49 59 那就是1950 1960 这样大家知道 回年生的是带七杀 好 七杀人是最可怕的 七杀的人呢 其实刀柄很利 但是呢 你是不是刀柄常常出窍呢 出窍的话 就会伤到别人也伤到自己 所以带七杀的女孩子是很可怕的 非常绝情的 非常绝情 但放在事业上面的话呢 也是喔 利盡则人善 可能还跟你打官司 如果为了一点利益 他可能还跟你打官司 七杀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一旦看到七杀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害怕 那七杀也不一定是不好 如果你是将军之格 你当然要带七杀 唯官带七杀是吗 就是军警嘛 好 那魁年出生呢 42 52 62 72 你们就加1911西元年 42就是193年 好 接下来呢 任年出生的 尾数是1的 带正官 我们八字里面呢 有正官正财跟正印 如果你三量齐全的话 一定做大官 一定会做大官 那正官人就是自恃甚高 自恃很高 所以正官人常常就说 我老子又不是没钱 我大小姐又不是没钱 欸 常常就这样 所以呢 常常也会因为这样得罪人 然后呢 喜欢夸大其次 因为做官嘛 他自身为自己很大嘛 很行嘛 所以他就夸大其次 这个一千万他搞成一亿 这个一百万他搞成一千万 就讲着天花乱坠就是了 正官的人会这种情况 好 那这个人呢 尾数是1的人呢 比如说1941 41年是1952 1962 1972 好 几年出生的带十神 好 几年出生的带十神呢 也代表说你的尾数是8 七十八八十八九十八 那所以呢 你要特别注意哦 像这样的人呢 就是常常 怕吃亏 怕吃亏 然后有时候不跟人家沟通 你知道吗 挤 文曲化计嘛 不沟通 那任的话呢 喜欢 天花乱坠的 哇 这价值一千万 他会搞成说 哇 这我是两亿的价值 一亿的价值 哇 多了十倍一倍 多了十倍二十倍三十倍出来 不一样的 那新的人呢偏才 新年出生的人呢 他是怎么样 外表很斯文 外表非常斯文 你跟他做事情要非常小心 不吭声的那种型的 他会怎么样 嘴巴讲得很好听 像五十年次的 六十年次的 七十年次的 四十年次的 八十年次 外表都是很柔软 笑嘻嘻 内心呢 一肚子坏水 而且不一定是坏水 内心一肚子鬼 我只能这样讲 你要跟他做生意 你要小心点就对了 那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子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但大部分 要特别注意 新年出生 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然后呢 实际上呢 他有很多的计谋 算你的钱 然后呢 为了要赚大钱 就是 身子很软 嘴巴很甜 其实 你如果碰到这样的人 你就要特别小心 好 所以呢 刚才讲过正偏才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 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好 那秋天要补 要补身体 秋补最润 最润燥 因为 气候比较燥一点 所以可以买那个梨 削皮去炖鸡 梨 大颗的梨 炖鸡 那可以做 鸡肉丸 梨汤 帮助呢 润肺抗感冒 银耳也能够 滋阴养胃的效果 银耳也很好 好 意气补精 需要肌肉 好 所以呢 你可以多吃这些东西了 好 那九月呢 是桃花月 植物宝油桃花月 需要加强人际 关系 紧密的交往 人际和谐 助力会百倍 因此呢 强调人和 人际关系 成功 此之可待 正偏才 一起到来 你的财库就会满了 你的钱财就 每天算钱 过日子 恭喜你 好 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呢 当然就是 有的话呢 就是财路心 在今年的理由 但是因为会到那个牛 牛的位置太碎 所以呢 会有一些波折跟阻碍 但现在呢 整个天王心呢 加入了 战局了 在逆行当中 那这个逆行呢 一直会到十月七号以后 那所以呢 在这一段时间 波动还蛮强的 比如说感情的波动 钱财的波动 人际关系的波动 所以你要怎么稳固它 这个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好 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呢 希望你们都喜欢 好不好 讲得够清楚了 好 那如果不懂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当然你们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或者你觉得 讲得很好 也可以帮老师按个赞 然后在下方留言哦 谢谢大家 大家加强努力哦 我们就可以撞到 正财跟偏财 最重要 帮我按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福你们 正偏财一起来爆发 谢谢你们 桃花一起开 好桃花 拜拜